当播NBA篮球快信,星期二早早,NBA继续展开争夺,其中一场,76人将在主场迎战勇士,76人最近连黑强敌,而勇士上场就为陷落败,变性步伐压然而止,再加上其实双方今季整体,阵容上存在一定差距,都是更加看好76人在这场可以主场退敌。 另外,音直播届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,76人最近9场常规赛,斩获7胜2负不错的战绩,尤其最近他们拿了一波4连胜,其中军场正胜分高达12.75分,对手更不伐有难忘,快艇和独行合这些硬骨头,半徐着超好发挥到来的,就是他们仲登东岸榜首,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表现冲出东岸绝不止是一句口号,要数连胜功臣,早已喊给敌当人不让, 过往四战,他都可以交出34.5分和10.75个蓝板的两眼成绩单,同时他的奔史蒙斯今季的共存问题,似乎被李华士好好地解决了,所以76人今季先有这么好的表现。 更加关键的是,上个月底双方就有过交手,就算歌场双方都有重要球员缺席,但76人,在作客的情况下,都是以10分的优势击败了勇士。 鉴于目前主队处于连胜甜蜜之中,不妨看好他们再雷多次。 阵容方面,后卫阻止希尔相决。 勇士近年永远离不开的主题,就是双柄。 目前已经确定缺席本场比赛的双员有基里汤迅、柏斯卓尔, 卫阵士维斯文和奥比利,至于因伤上阵传移的就有史提分居李和J安达臣。 上面各些名单足够组成一支教具实力的球队,而这个就是勇士最近的情况。 虽然在卫阵士维斯文赛季报销之后, 无需顾及其他的史提分居李长长都令人眼前一亮, 但善靠其一己之力的确无办法稳定感帮球队。 在经历了四连胜之后,上场面对具备一定实力的六三军, 最终都是违陷落败宗旨连胜。 值得一提的是,今季的六三军并不是七六人的对手。 就算史提分居李可以出战,勇士都未必可以轻松战胜七六人。 毫无疑问,安祖域坚斯和特雷蒙格连需要承担更加多。 他们两个上次面对勇士歌阵加上只是斩获也分, 这样的表现不足以支持球队笑到最后。 游见及此,受伤病影响严重的勇士这次徽军难途一劫。 想看精彩的NBA赛事?就看M直播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